妈妈宝宝知识补给站 I love you 妈妈宝宝知识补给站 准爸爸准妈妈们大家好 我是台安医院国际认证秘乳顾问 丽玲护理师 产前有多一份的准备 产后就不会太慌张 所以鼓励大家在产前多参加一些课程 或者是母乳知识团体 去了解新生儿的习性照顾的技巧 当然这也包括喂奶啊 或者是新生儿照顾上常见的问题 宝宝在肚子里五个月 他就有听力了 所以更建议每天固定一段的时间 可以跟亲爱的宝贝来一段谈天说故事的时间 这样子可以增加跟孩子之间的零年节 当宝贝生下来之后 希望您多跟您的宝贝在一起 透过实际的接触 熟能生巧 你会对孩子的个性 还有照顾的技巧更加的纯熟 听到你们两个的熟悉的声音 抚摸抱抱 对孩子来讲 都是一件很好的事 更有安全感 一岁以内的孩子 人格发展是爱 信任 安全 就是由此而来 最后给您一点小精灵 除了自己和另外一半要做功课 两个想法要一致 最重要的还要有家人的支持 另外慎选生产的医院 还有在做月子期间 不管是照顾的人的理念 还有环境以外 只要你多了一份的准备 你就会少一份阻碍 那当临床有问到什么 有遇到问题的时候 要寻求对的资源 对的人 这样子来能提供你专业的知能 谢谢